大家好,我宅正 今天又来推坑几部漫画 这几部漫画或多或少都有料理的名头 但有些作品的剧情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些作品根本已经是战斗反而 第一部要推荐的是《杀手餐厅》 本作改编至《平山莫名》的小说作品 原作在2009年出版后广受好评 甚至一直得到两项大奖 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真人改编电影 电影评价毁于残半 主演能开吃夜省月又无辜中枪 不过今天要聊的是漫画版 漫画版的剧情经过了许多改编 并且小说只有一卷而已 漫画都已经煮到食物卷了 剧情的差异显然很巨大 故事讲述 25岁的大厂姜娜子 在一次意外害死孩子后 从此过着堕落的生活 为了寻求掀取的知己感 也为了赚取生活费用 姜娜子会在暗王里接一些简单的打工 不过他们想到的是 这一次连命都要没了 在街家被掩埋之际 姜娜子透过说出 自己还会做菜式 在场场黑帮哄堂大笑 不过来真的是因为料理 那姜娜子逃过一劫 代价则是 他成为杀手餐厅的服务员 于是本作的主角 庞贝罗登场了 帕贝罗的城市顶级杀手 现在经营着杀手餐厅 并兼任主厨的位置 在杀手技能以及料理精神上 帕贝罗已经点满了 然后本来改编上 没有太多的料理描写 主要着重叙事的流畅 以及角色的情感 杀手餐厅的客人 当然全都是杀手 餐厅有自己的规矩 但追踪解释权在店长身上 用唱的客人们一个比一个人难搞 一言不得就开打 只是其中平常的事 之前的八位服务神 就是因为客人的脾气 直接被人间蒸发 电影的待遇十分难受 帕贝罗如影随情 用着冷酷的语气 下着听主人指令 他拒弃民意执着的 让家儿子完成工作 并且不给休息时间 家儿子切到扔刀子 虽然这是员工的反抗 但帕贝罗作为一名店长 自然要给员工一次机会 说吧 你要舔马桶还是拍照 不过家儿子不会为天选之人 他每天的马桶里面拍照 和店长往前的独猫猫 并用一批价值连承很久 与旁边的罗达成妥协 自此家儿子的传说开始了 除了会自己作死以外 还会卷入各种麻烦 剧情有多次 差点原地往生 俊仪欺负他就算了 但最过分的是 他得力的大奥派 也被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普通人家儿子 杀手的价值观 让他非常恐惧 杀手生存的世界 和这场世界太圆了 在每次的剧情里 他的内心都在挣扎 他知道 如果自己行动的话 会有可怕的结果 不过到了最后 他总是会依照自己的意志 做出了选择与行动 在前期的剧情里 大多以江亚子的角度出发 这也倒是非常有趣 至于主角龐贝罗 这家屋根本是为帅而生 全程格调拉满的他 在冷酷的话表下 内心有些许的温情 他有着神秘的背景 有着悲伤的过去 跟他的巴巴亚感一样 都是名爱国人士 然后再看帕贝罗跟江亚子的发展 前期的他对江亚子的冷酷 到到中期以后 就算没有理由了 他还是留住了江亚子 就算用欠人情的借口 但真的只是这样吗 冷酷神秘的男主角 坚强不缺的女主角 江亚子能活那么久 除了绝境中的运气外 多亏了帕贝罗巴虎 平安聚集的残酷桥段 其实我有种感觉 这是一本厌情小说吧 总之我推荐一本作 大家要看的话 建议一口气最到最新 因为在后面的故事里 每个登场的角色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以及自己的心境 作品已经成为了群像剧 所以中途断掉的话 那就衔接不上了 第二部要介绍的是 《异世界》的主厨 最强爆时机 这部真的超出几代 别被以为这部作品 只是常见的《异世界》翻 毕竟美食加异世界 随便找找都有一大堆 我甚至有看过一部 能用酱油杀死魔物的 妈妈以后都不敢吃酱油了 话题回到本人作 作为世界最强厨厨师的主角 玉山李燕 毕竟突然被召唤到《异世界》 召唤她的少女结巴巴 是最古老与最强的恶魔 爆食《异纳托斯》 身为超级吃货的《异纳托斯》 召唤《异业》的理由 纯粹只是 《异世界》的东西太难吃了 观看到《异纳托斯》的人设 我想已经可以直接入坑了 《异纳托斯》的战斗力超强 他对美食以外的事物 他根本不太关心 甚至有时候 他会露出恶魔一面 可惜的是 自从尝过《异纳》的料理后 这个主播的立场 已经渐渐相反了 《异纳托斯》只要用出 这美味的套路 《异纳托斯》就变得超级好红 根本是为可爱的小妹妹 然后她身为最强的恶魔 她还会吃到肚子痛 果然她的弱点就是食物啊 故事的前期轻松有趣 同胖的加入过程 也是非常搞笑的那种 所以喊着 讨访《异纳托斯》的盛骑市长 在被《异纳托斯》打败后 本想坚定的意思了知 但吃完《异纳》的料理后 直接喊出了真香 在之后的剧情里 更成为趁饭的家户 随即又出现了 在每一句剧尾里 都会加上兔兔的勇者 不者吃到《异纳》的料理后 直接感动到拜《异纳》为师 剧情虽然有不搞笑 但别以为是刻意的 只要继续看下去 就会发现美食 对这个世界有多重要 一世界崇拜神教 任何美食是禁忌 过度的美味会照到她的支援 将使人类万劫不复 为了禁止美味的出现 还设立了异端审温馆 常过美食的民众 将被视为异端 让她继承办所拷问 如果迫及到整座村子 甚至还会被直接清除掉 也是从这里开始 剧情的主线也明确了 主角的志向也明确了 想让这世界平常美味 这么简单春朴的愿望 在《异世界》这里 就是条荆棘之物 后面的剧情发展 虽然有搞笑成分 但剧情也变得严肃 甚至有背上的桥段 就目前这种 异世界冒浅加美食料理 本作应该是目前表现最好的 并且主角的同伴 有男有女 美味的同伴都有作用 绝不是单纯的摆设 更不是那种 表面上看起来像同伴 但其实是主角的好工团 就目前的剧情发展而言 团队之间的互动 且将与好友之间的感觉 男的要吃 女的也要吃 自然是健全的同伴 另外在本作的目间剧情里 一长一段悲伤的彩蛋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发掘 第三部《神识的料理人》 本作从今年7月连载 故事背景设定在 类江湖的魔晃时代 生活里随处可见的食材 在把握里变成了巨大的怪物 这些怪物是被神改造的食材 不仅体积异常巨大 甚至能在空中飞行 但怪物们有个共同特别 那就是异常美味 在经过特别的处理后 会产生奇迹般的功效 这些怪物们被称为神识 而料理神识的厨师 被称为神识料理人 本作角色的曲名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男主的名字8818 女主的名字991116页 只要职业是有关神识的 名字里都会带有数字 身为一名神识料理人 他们料理神识的器具 同时也是战斗的武器 这些料理武器 和猪师们密不可分 有着自己的意识 其他未来有一天会成为斩破刀 相比前面介绍的两部 这部真的是用病在做料理 异化就让女主角断病 直接将世界的残酷 打在独者面前 剧情的故事走向 接近一般少年漫画的王道乐学 不过增加了许多料理剧情 算是别出新采作品 目前虽然才连载半年 但只要继续保持下去 后续的潜力可以期待 第四部作品 是我一直想推的迷宫饭 刺激危险的地下城冒险 结合了纯粹的美食料理 外界是阅读起来 还不会感到突兀 本人将各种魔物 变成食用的食材 并且详细描绘了 这些魔物怎么猎捕 怎么处理 怎么烹煮 哪边的肉质会好吃 哪边的肉不能吃 你看 你料理做法都告诉你了 相信只要找到这些食材 只要是人都能煮出来 这也是我最佩服的一点 一般那种纯美食漫画 里面料理食材 都有食物可以考据 但民工饭里的幻想食材 只能靠作者的想象啊 并且还得在最后 这些给出的食材 要有真实感才行 光是从这一点来看 民工饭就算不是神作 也是不可多的假作 至于在角色方面 每个角色都各有特色 各自都有淘血一面 尤其是我们金银小姐 已经成为本作的招牌 除了有豆瘸的桥段外 本作郁寒了深色的剧情 加上精力打造的真实感 这部作品已经不再是漫画了 他所讲述的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有一群人正在冒险 正在努力地生活着 总是看就对了 介绍最后一部作品前 要稍微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三口浪师 觉得是位狠人 我一直以为 他的作业风格偏向恐怖猎奇 不小心就会给读者心灵创伤 三口老师可以说是 为写点诞生的男人 但自己也有没有关注他 毕竟我的心灵有极限的存在 那就在最近 他的星座看到了 可恶 这邪恶说明怎么回事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而我 我会批判点得进去 碍于尺度的关系 无法为各位详细描述 但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这真的是一部美食漫画 并且早上2019年 这部作品已经改编成日剧了 没想到画了那么多年 三口老师竟然借由这部作品 导致生涯巅峰 猎奇风格果然是有极限的 始终赢不了大色域之处 难怪甘本人也要转型 比起男女主角拼死拼活 不如一起修车比较快活 本座的主角三世荣医 生育普通的三班族 他跟五郎一样 不是跑到各地出差 就是在出差的途中 他跟五郎不同的是 自家务不仅结婚了 还有一位练中学的女儿 并且最大的不同的是 五郎的书只是享受着美食 但他除了享受美食外 还是会牛头人的英雄 只要他吃饭的地方 不管是旁边的客人 还是店里老板娘 总会有那么一位 特别美丽的太太 并且这位美丽的太太们 他们的老公要马不在 要马上是这些太太们 被老公刻意的忍弱 总之无论在身体与心灵方面 这些太太们感到空虚寂寞的人 主角只能接不起 这般重责大任 拯救地方太太 从你与我做起 荣医平常美食 太太平常荣医 这不是牛头人的胜利 而是男女的利益交换 说得我差点就信了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当时荣医震撼一位 带领接太太吃荞麦面 她还把荞麦面吃得顺口滑溜 面条嚼劲都感觉到了 我当下都想来一碗了 但下一秒 吃面的太太真的在吃面 做得好善口老实 没想到下面哏是真的存在的 太多的剧情也不敢描述 对牛头人家美食感兴趣的 就自行搜索上册吧 五部作品到此介绍完毕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宅政我们下期见